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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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了 有個律師來找你, 你見不見? 我什麼人都不想見 高大壯, 不好意思, 要你白行一趟 你去找我犯犯, 總會向姐妹盤一下 看看剛才犯犯, 你要堅定嗎? 是的, 薰蓮Sir 是 你先回去, 我馬上去 好 你好 怎麼這麼巧? 沒有, 送我科技來給我翻譯 只要科技走了, 需要你嗎? 那就不去, 還是我沒有開車 謝謝, 幫我放在後面 好 怎麼會在這裡碰到你?你在做事嗎? 是 找譚美貞, 不過她不肯見我 她始終都去坐牢 我心裡有點不安心 好像是我累了她似的 要說不安心, 我就做不安心 幫不了她 你會不會幫她上訴? 我們是想找她談談, 看看能不能幫她 雖然排期很久, 成功機會不大 但也算是爭取過 但她現在什麼人都不肯見 好像很絕望 看你這件事對她打擊真的很大 聽裡面的長官說 她自己藏起自己, 放棄自己 什麼人都不肯見 如果她是要這樣, 我們也幫不了她 你不用這麼介懷 是呀, 我們也沒什麼可以做到 有時候人是這樣的 你走到某個位置 如果她不肯走下去就會卡在這裡 如果她是不想動的話 其他人怎麼急都沒用 不過這樣, 永遠都不會說留在原位 命運始終會帶她走要走的路 可能這個時候命運要她停下來 至於什麼時候再走得回 才會看她自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 是不是? 是, 阿Sir, 你要走的路去哪裡 下個婚姨就行了 反正我現在有空, 你去哪裡我去哪裡 真的? 是 這個病好吃嗎? 不知道, 隨手拿而已 你這個人也挺不肯窄的 有時候你想吃那隻放得高 又免得叫人拿 就吃另一隻牙齒吧 這個世界不遷就你去遷就世界 有一個選誰不想選 你經常來這間超市買東西嗎 是呀, 看這裡夠闊落 如果你買那麼多東西 沒人幫你, 你自己怎麼拿 有人送貨的嘛 我一個人住也沒人幫 就唯有靠自己 現在都習慣了 想起早幾年 知道自己站不起來 真的很大打擊 那幾年過得很辛苦 很難熬 媽媽出院之後, 每日常生活 有時候都可能需要人家照顧 而醫院方面 就安排了職業治療師去幫她 還有去她家 看看有什麼設施可以改動 有人幫當然最好 我們怎麼會照顧她 不過總結回家 過床, 過燈, 還有洗手間 最好還是扶著她 我扶那麼好, 她弟弟就行了 我不用上班嗎?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看著她? 摩事摩尿也有人幫 怎麼會照顧我? 初期是這樣的 阿咪失憶之後 她就會自己照顧自己 如果沒什麼, 我先出去 折騰, 不用擔心這麼多 我站起來之後就不用你們幫了 折騰, 你面對現實 醫生說你九成隻主神經已經壞了 就算每個月有實驗 也是打藥進去 刺激的神經讓她生回來 但又未必成功 機會幾乎我也要試 我不是坦的, 我的腳趾還能動 你不是說買了一層樓都會幫我嗎? 哲晃, 四、五百萬千做第一次手術 又說未必能不能治癒 萬一不行, 那怎麼辦? 怎麼樣?我已經退休沒有收入 你也為我著想一下 是呀, 真是拼不過, 哥 你現實一點 這樣吧, 你有什麼事有我 照顧我不行, 也還有你弟弟 是呀 要什麼呢?自己寫在樓櫃裡 要不及有人送貨 不要在這裡買樓櫃那樣 要我馬上拿上碗給你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服侍你 什麼都要指望我一個 走開吧, 讓我來吧 我二十四小時還幫人服侍你, 好嗎? 我現在不需要賺錢 離譜了 我現在不需要賺錢 我去找他救了 什麼事? 你怎麼搞的?自己不懂得瘋了 你去拍片吧 跟著我的指示做 提起腳的時候, 用心去想一想 現在提起左腳, 用心去想一想 右腳, 右腳, 左腳 嘗試提起腰, 眼望前面 你看看現在多好, 什麼都靠自己 感覺實在好多 等我來 順便幫我拿多兩包吧 好, 以後雖然人幫 隨時打電話給我, 隨時幫你 那我不客氣了, 趁你在這裡 幫我拿多兩杯啤酒 拿多兩包米, 有你幫我託 託沒問題, 你沒有了兄弟 多了我這個兄弟 我不僅多了兄弟 還多了阿四給我一點 阿四就是阿四 你不是買米, 泰國米, 珍珠米 開玩笑而已, 不過買啤酒是真的 買黑啤酒好嗎?還是泰啤酒好嗎? 黑啤酒好像比較好 為什麼這裡不開了? 你讓我進去看看 好, 不過這麼大 我們儘量不要動現場的東西 你看有沒有不見到貴重物 那個賊也瘋了 那間屋這麼小, 哪有貴重物 你平日有沒有什麼仇口 或者你打完官司得罪了什麼 你不知道嗎? 沒有吧, 可能我坐著輪椅撞到人 那有沒有不見? 不見了對錶 什麼錶? 情侶錶, 不值錢 情侶錶? 是我以前和女朋友一人一隻 我出事之後, 他就扔給我 我一直都不捨得扔 始終留不住 算了, 沒了就沒了, 任由他吧 對錶, 有沒有出世紙的? 我先替你報案 先等伙計追一下 可能找得回 可能找到的, 先找找 我先替你報案 回來 世界變了, 你去超市買東西嗎? 你好像說出奇, 我去怎麼這麼出奇 你算了嗎? 不是 這些日常用品, 多數是小子買的 怎麼用我出馬呢? 原來你也知道是在做人家媽的 這些不是應該是媽媽做的嗎? 你喝咖啡嗎? 剛才在超市那裡見到Math 他說這些咖啡好, 我就買回來試試 Math, 你上次提過的高折衡嗎? 是 你們朋友了嗎? 剛巧碰到而已 不是碰到他, 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們一個人住 平時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的 你不是說他的行動不方便嗎? 自己住就很麻煩了 沒有家人嗎? 有, 但他家人很現實 知道他不能走走之後 就沒怎麼管他 最差勁就連他女朋友也走了 不是吧?有這樣的家人和女朋友 真是不幸運 狗病床前就無孝子 就這麼現實了 老實說, 要不是因為我 他可能今天不會加成這樣 你又來了, 關你什麼事才行 我真的不明白 我生得你牛高馬大 不知為何你這裡這麼脆弱 你是警察官 你要困難一點, 硬一點 冷靜和客觀 不可以感情用事, 明白嗎? 是, 老闆 這樣感覺硬正 你別以為說兩句少 媽媽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總之我跟你說 你真的不可以什麼都抱上身 經常揹著包袱 你怎麼做人, 怎麼做警察 我知道, 但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這個人真厲害 簡直是…簡直是一個好人 你知道我弄到他這樣 你以為我心裡多不安心 所以我說過 以後他有什麼事都好 我一定會幫他 幫人這件事, 能夠幫就幫 有時候幫要有準則和隨心 我知道了 這麼晚了, 你買什麼? 燒飯而已, 過來吃飯 你和乾媽的 這是你的, 爸爸 謝謝 十姐, 你開張之前 我以前不是正確的案子嗎? 我好像…很淡, 先拿豉油 你幹什麼?我沒說下豉油 我真的這麼鹹無益, 你知道嗎? 對不起 十仔, 你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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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人家也沒說要醉油 你不斷幫他下, 沒事吧? 沒有…急…急了 你說他幹什麼呢?神不守舍 吃飯就看著地, 不看我們 說話就不回答 可能他越近上死恩婷就越濕暈吧 你像他為人, 寧死怕青 現在死人了, 當然緊張一點 放心吧, 我看著他 這麼大個人, 常常看著他嗎? 怎麼做這一行? 之前經常跟著這個蕭永光 學了他的戲的壞事 遲早做錯事, 就像我對阿光一樣 一下子就隔走他 不用讓他以為有個乾媽 又臉死金牌 媽媽,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真是想不到你這麼狠難 是呀 如果我進入你的隊伍, 那豈不是很危險? 我還沒過試用期 你真的要聰明一點, 跟我… 好…完全明白 現在在家裡先做媽媽 回到警察局做長官 明天回去再做長官, 好不好? 吃飯 麻煩你等我 師兄, 早安 早安 我是楊萬兵 今天第一天來到 寵案組第一小隊報道 多多指教 是嗎?我也是第一天上班 你也是? 那你知不知道這個隊伍有什麼人? 你這樣不行 不收資料就走進來 讓我先給你一些資料 這個隊伍的幫辦 叫做Madam Sen, 閃為英 人如其名, 又有智慧, 人由英 還要說他屢破大案 是很多女經典範 還有一件事, 他兒子也很有名 是很多女經的偶像 是嗎?這麼誇張嗎? 一點也不誇張 他兒子張立軍 是紀錄出了名的神槍手 年紀前他進行PC的時候 一槍就落下了兇手 後來後座幫班 現在就在旁邊的隊伍見集 但我有空你也試過去看他的樣子 我聽說他還挺英俊 真的?你見過他嗎? 我這樣還沒有 兩個人很害怕嗎? 18689, 楊萬兵報到 Madam Sen, 早安 早安 各位師兄、師姐, 早安 早安 不好意思, 早安…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兩個人調過來 這就是藥曼兵那邊的楊萬兵 叫我Ice就行了 那邊的大Sir稱讚Ice很聰明 希望他過來聰明就聰明了 好, 我會努力的, Madam 至於這一位, 不用介紹了 Fundie Sir, 以後多指甲… 多指甲 以後兩個母子快點上 這些就叫母子同心, 奇利斷金 我是這裡的Madam 公還公私還私, 明白嗎? 是,Madam Ice, 替你介紹 這個是阿泰、阿君、阿騫 我們沙展阿達和阿楓 還有一個叫十仔 他暫時過了其他部門幫忙 遲下調過來介紹你 是,Madam 我剛才叫他下班了, 幫我還沒走 是嗎? 當晚我去到案發現場要升行 然後看到一個蒙面的劫匪 就拿著把刀挾持著洪國洞議員 然後還… 然後… 然後還想對他不利 Madam 下班還不走? 看來是甚麼口供 對了, 這裡比較靜 我先去洗手間 游閃?你很怕對著我嗎? 不是 坐 因為快要上死恩婷了 我很緊張 我回到家又怕被記者拍照 到時候不知亂寫甚麼 傻瓜 走得正, 站得正, 怕甚麼 你不明白了,Madam 我怕上庭的時候 如果我說錯話的話 我不僅沒了一份工 還隨時被人告我殺人 我真的很大壓力 Madam 你怕沒了一份工 你兩人在大陸要靠你養 真的不用擔心 我看那份口供是沒問題的 你說你當晚經過耀星網 看到匪徒協治人質 你本能反應是開了一槍, 打不中 所以再向匪徒開第二槍 誰知道匪徒拿了議員當擋箭牌 結果你打中了議員 然後匪徒衝過來 你立刻開第三槍, 打中匪徒 當時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每一個警察 經過見到遲刀的劫匪 想傷害人質, 一樣會這樣做 誰猜到他拿人質來擋? 你上庭, 照直說就行了 鎮定點 不過這間房子 繼續租下去也不是辦法 你有沒有問過May怎麼樣? 那還不用說 我拿著要決定跟他退租 現在他的事我暫時先把婆婆給他 他就像你這樣 每次都要問過你男朋友才行 對了, May最近怎麼樣? 我去過大膽找他 但原來他沒有把我的名字 放在探訪名單, 我探不到他 他也不知道在裡面吃得好不好 那當然吃得不好 今天是蹲監, 你以為是游浮嗎? 你真的當是朋友的話 那天法庭你就不會這樣刺他 你真的關心他的話 之前你就不會連影都沒有 現在只是蹲監, 你才來關心他 你不要蹲哭老鼠, 拜託 不是, 我也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那天那個律師說著說著 我也覺得與May的關係不關 我們一場姐妹認識這麼久 難道我真的想看你坐牢嗎? 我真的很擔心他 你告訴我May最近怎麼樣 我…我怎麼知道?我還沒坐過牢 現在他又不肯見我們 但是Madam說他的探訪名單裡 一個名字都沒有 連你都沒有? 那現在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他受了這麼大的打擊 怎麼辦?我們怎麼能幫到他? 他不會一個人的 我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他 你支持他嗎? 那我們現在暫時要想辦法 令他肯見我們為止 我記得有一個電台節目 是專門給囚犯的家人和朋友打上去 讓他們可以安慰一下坐牢的朋友 我們先打上去 讓May姐聽到心軟 可能這樣她會肯見我們 好…快點試試 在囚人士一個月只能見親友兩次 但是他們並不孤獨 因為有很多家人和朋友都會思念他們 打通了… 看看今天收到哪位親友的電話 你好,請問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Miu Miu 我是阿森 我們想跟大膽的May說幾句話 我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May Miu Miu和阿森 向身在獄中的May傳遞思念 May姐,我是Miu Miu 你聽到嗎?你為何不讓我們見你? 我很關注你 May,我是阿森,我去探望你 大姐,Madam說你沒有把我的名字 放在探訪名單上 你是不是還在生我? 我們應該是好姐妹 你別生我 May姐,你無論如何 都要讓我們見一見你 你放心,你不是一個人 我和阿森一定會支持你 我會支持你 我們一定會支持你,支持你 支持你,支持你出來為止 我會支持你 都是說打上獻牌就有用了 牠聽不懂立刻肯見我們? 對,真是的 你終於肯見我們了, 我很想念你 阿琪, 你的生活怎樣?吃得飽不飽? 想不想買什麼給你? 業主說你兩個月沒交租 我跟他吵了很久 但阿琪幫你付錢交了, 搞定了 但我又決定幫你退租 吵了很久, 業主才肯給我一些按金 放心, 錢我先幫你保存 那些東西我就放在阿婆裡 等你出來的時候 我再和你一起去拿回來 放心, 我沒有丟你的東西 我那些東西你喜歡怎樣處理 怎樣處理 我現在有案底, 出去也沒有將來 我還管這些濕色的事幹什麼? 阿琪, 你們也不用管我 阿琪, 我們認識了這麼多年 怎麼會不理你呢? 阿琪, 你不要說這些話 現在最重要就是要健健康康 有什麼事就出來才算 就算了 我們這些人 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也沒人知道 我姐姐對我是不聞不聞 現在你們兩個在電台上說出來 她還沒有那麼遠比那麼遠嗎? 阿May 阿May, 你不用勉強做好人 你不用覺得有壓力 阿May, 你是不是還在生我?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我也有聽我男朋友分析 我才會說這些話 後來我也覺得不像是 對不起 我沒有怪過你 比起我, 我也會這樣做 女人一中我偷在那個男人那裡 就什麼分析能力都沒有了 那個男人說什麼就覺得是 你男朋友一向都不喜歡我 他一向都不喜歡跟我一起來往 更何況我現在坐牢 這次你來看我 這次你來看我 那我跟他說 算了吧 難道你會為我非有你的兒子嗎 你們不用再來看我 不用幫我 因為沒有人會幫到我 美姐… 譚美貞 警方有人來找你問話 你跟我來吧 還不走? 問什麼?我也在蹲著 倫敦賈單案開死恩婷 又是要問你 關了什麼事?我不去 你合作點好 不合作就是藐視法庭 警方要找你問話, 不道你說不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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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你當日聽到槍聲之後的情況 再說一次 我就說過了,還說? 請合作,如果沒有人可以告你… 那個是廟事法庭嘛,我說 那個阿火拉了我入後巷 然後我跟他坐上來 聽到第一次槍聲 接著聽到洪議員叫不好 然後第二次槍聲 接著就第三次槍聲 你肯定聽到洪議員說不好? 是呀 你肯定你沒聽錯? 沒有,你問我十次,我十次都這麼說 好,你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就簽個名字 可以走了嗎? 請 原來我讀過一張的夥記說不太好 他沒有說過聽到洪議員說不好 要問清楚他 啤酒 謝謝 放鬆點吧,來,喝杯 很快沒事 你沒事吧 不斷地沒事就好 他們現在三天不兩天不停問我 問完又問完又問完又問又問我 怎樣失窗又或其他 你知道我緊張說的一塊塊 我怕我到時說錯話 你別這麼擔心 要不然這樣,我幫你找個律師陪你出庭 有什麼被律師說完 你不用這麼疼 不是吧,我當然好 你怎麼搞的 這樣一瓶酒,很濕八千 我是不會給的 凌小姐,這瓶是八六年的冰湯 是有這個價錢的 我知道,你欺負我不懂嗎? 多看吧 我喝起來也不吃五千元 我喝酒 行了,我買 謝謝,翁先生 謝謝你 是 對,送一杯啤酒給小姐喝 好東西她不懂得喝 啤酒適合她 是的,翁先生 不過,你還是別喝這麼多 不然到時喝醉了 又去偷胸膜 又要花錢給我生意 有什麼事?這麼囂張? 連客人也囂張嗎? 你看,翁大作,律師當然是出名的 不過他很猛烈 如果找到他幫你,你就定當 我都不認識他,他怎麼會幫我? 你幸好,我認識他 糟了,我怎麼能聘請? 我幫你出錢就行了 不是這麼多東西,謝謝你 我還可以算你算嗎? 來吧,介紹給你認識 律師,放鬆一點,別這麼緊張 你看你的臉色很純白 一會兒上去打電話嚇倒了官 還有時間,先吃早餐好嗎? 不吃了,我昨晚緊張得睡不著 你也知道我,一緊張就說話一塊塊 我還是早點去準備一下 死欣婷,只是循例問問而已 你有什麼事就趁直說 坦白說就行了 有我跟律師傅伴著你,不用害怕 好,我馬上回來,謝謝你,再見 環頭那邊打來 說Map被爆發的案件有料到 要我馬上回去 你一個人上角真的可以嗎? 可以了 你前面丟下我吧 真的可以 社隱裁判法庭,目的是為了確定死者死因 和肖氏情況,當律師完成提問 有關的家屬和有適當利益關係的人士 可以提出問題 伍成義先生,請你將當日開槍的情況再說一次 我當晚經過案發的後巷 見到劫匪何世威用刀協辭著洪國動議員 還想傷害他,所以我開槍制止劫匪 第一槍射失了,當我再開第二槍的時候 劫匪竟然利用洪議員的身體來擋箭牌 所以我打中了洪議員,當時大家都呆了 之後洪議員在劫匪手上捏下了之後 劫匪突然向我發爛,遲到衝向我 所以我再開第三槍,打中了他 好,法官閣下,我沒去再問了 伍成義先生,你同不同意 你是為了遵守保障市民生命 這項警隊條例而開槍嗎? 同意 譚美貞小姐,你可否清楚再說一次 你聽到槍聲的過程 我那天被阿火拉到後巷 我很生氣,我跟他吵 吵吵吵吵吵,聽到第一槍聲 然後聽到洪議員叫不好 好,然後聽到第二下槍聲 隔了大約一分鐘左右 就聽到第三下槍聲 你真的聽到洪議員叫不好? 是 為什麼郭東他叫不好? 對,警察是不是不應該再開槍呢? 這裡有一份證物,P9 事發地點的地圖 譚美貞小姐,根據地圖顯示 當時韓世偉協助著洪國棟 是轉入耀聲行的 而當時你的位置仍然在耀槍行 所以開槍的過程 你根本看不到,只是聽到 而當時你也是跟另一位劫匪 就是你男朋友在吵吵 你會不會太混亂,聽錯了? 不是,我沒聽錯 你肯定沒聽錯? 隔這麼遠,你根本聽不清楚 說你又不相信?那你叫我上來幹什麼? 好,那讓我問另一條問題 剛才你說聽完第二下槍聲 隔了一分鐘,聽到第三下槍聲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肯定是一分鐘? 我覺得是一分鐘 那你覺得我們談了多久? 兩分鐘吧? 我們談了是一分鐘的時間 你的時間概念根本就沒有 你以為第二下第三下槍聲 隔了一分鐘,根本就不是 那我真的覺得很久 你在這樣就是試驗我的 靖人,請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緒 你對時間概念這麼模糊 事件記憶這麼混亂 會不會整件事都是你作出來的故事 都是你隨口說呢? 我幹嘛要隨口說呢? 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因為你的口供從頭到尾都不可信 你曾經說不認得歉持你的劫肥 但是原來你一早知道是你男朋友 你說你沒碰過那些裝物 但最後發證在上面找到你指紋的時候 你立刻改口供,說你忘了碰過 你經常前言不對後語,說話糊塗糊塗 其實這次和上一次根本是一樣 根本是你隨口說 是呀,那就當我隨口說吧 我隨口說了,這樣行嗎? 你滿意了嗎?我可以走了嗎? 證人,請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緒 法官閣下,我沒什麼再問了 本席在聽過所有證人的作供 發現譚美貞和五成二的口供並不一致 基於律師已經作出提問 而兩位證人也都已經作出辯解 根據法庭的程序 本席是需要問一下現場一些有適當利害關係的人士 有沒有東西要提問 死者的家屬有沒有東西要提問 雖然本案兩位證人的口供並不一致 但是本席認為譚美貞的口供含糊不清並不可信 而警員五成二為了保護市民而開槍 口供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本席裁定,洪國棟死於不幸 何世威合法被殺 而警員五成二合法開槍 救命 救命 小大長,謝謝你 謝謝… 你找得到我,就一定有這個結果 你出名的,我最重要是出名的贏 對的 賀他吧 好… 師兄,這次真的謝謝你 這麼快收到你也知道 我朋友拿那對錶來這裡擋 不用,洞普的人通知我 說上宅有個人來過 打算收回那對錶,不過就帶不夠錢 他快點會再來 我想再等一會,他應該都會回頭 有沒有說過那個人是怎麼樣的? 聽說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男人 有個人不出去 是…麻煩你,有這裡 對錶,怎麼樣?帶個錢還沒? 帶夠了,來,小小的 警察 什麼事?Sir 這對錶怎麼回來了? 是不是爆骨還回來了? Sir,別胡說 不行,對錶是我兒子,我幫他熟 那高哲賢是你誰? 就是我兒子 師兄,我想都是那些家庭糾紛 讓我們處理,謝謝 好,那我給你了 Sir,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你別再隱瞞 我很肯定這對錶不是高哲賢 叫他拿來說 你最好老實告訴我 原來Sir認識我兒子 這就好了,其實只是一場誤會 無謂搞這麼多事 給你對錶 老婆,你還說謊 爸爸什麼都爆炸給我 是我拿來的,那又怎麼樣? 你欠我的 我欠你? 快點給我對錶 離開 別吵了,好不好? 拿回對錶給你 你怎麼在? 在這裡 有環頭訪記說有人拿了你的錶去當 應該是去你家的爆炸哥哥 Sir,你不要亂說話 是他害得我吃了錢,賠給我的 你這種話都說得出 你吃錢關我什麼事? 要不是當初你說介紹馬啟然給我認識 我怎麼會周圍跟別人搭他的肩膀 用這麼便宜的價錢進了批貨? 幾個月,卡片都沒章 令我用原價吞了貨,摘死了錢 是你害我的 神經病,是你一定要認識馬啟然 要我介紹給你認識的 我連他也看不到 我怎麼介紹給你認識的? 你太貪心了,一早就去入伙 而一事主就捏在我身上 全部都是你夠有自取 我夠有自取?你說什麼? 你別動手,住手 別這樣,一人小懼 枉我糾索這麼照顧你 慢慢替你爬起來 你現在做了大律師,風光了 你管也不理我 你不理我,你還反過來欠我? 你不是還來?還來過你小人醉嗎? 阿明,別跟你打擾吵 你也可以跪下 算了,找回對標,我不追究 聽到沒有?放手吧 你真的算送不過你弟弟嗎? 他始終是我弟弟 但他這樣對你,你還抱他? 難道我出庭指證他讓他坐牢 讓我爸爸怨我嗎?我做不出 對,你幫我看看可不可以燒這個案件 我幫你問問環頭的科技 謝謝,剛才真的失禮了 別這麼說,失禮那個人不是你 我覺得你已經很大量了 你弟弟這樣對你,你也不跟他計較 畢竟他陪我度過最艱難的日子 這是他應該做的,不是親人 而且我不相信你沒有給他錢 又又怎麼樣,他也覺得我欠了他 做人做得這麼現實 如果我有親人,我真的不想再見到他 對,我們也很少見 不過如果他們有什麼頭暈生氣 我不會不理他們 畢竟都是親人,我又做不出那麼絕 你真的可以了 他們這樣對你,你還這樣幫他?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想的 要說好男人嗎? 其實我沒怪過他們 當時爸爸不肯賣房子去醫我 是看當時的環境,當時的利益 這是他的抉擇 而是選擇的 所有都是他的選擇,沒有說錯的 但我又不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如果這個世界 失禮了阿伯的話,會很嚴重 是的,Sir 原來Sir,你也是一個哲學大師 師姐,很久不見了,我來拿槍 你來得當然拿槍 不是的,可以順道跟師姐談心 師姐,慢著 又怎麼樣? 我想問你待會收記怎麼樣? 十點鐘,幹什麼? 沒有,我待會打算收工還槍的時候 可以見到你一面 這八小時就更容易過了 哪有人像你這麼緊張 要放下槍的,你可以在這裡帶著 沒有了…放進窗房就比較穩妥 沒那麼大壓力 你喜歡的 謝謝師姐 謝謝 你以前不是很喜歡打槍嗎? 我很有型的,為什麼要放下? 糟了,無窗一身輕 糟了,難道要放下廁所? 不用快去廁所了 是不是忘了東西? 你…你拿了我的嗎? 我好想幫你收起它 好… 雯尼Sir,這個時候 我個人認為你不應該還給它 我覺得應該有人要萬歲和請吃宵夜 好嗎? 謝謝十哥 別玩了,先拿回來 Fanny,還給它吧 幹什麼?不能玩嗎? 好玩嗎?拿槍來玩嗎? 什麼?只是電話而已 電…電話? 十哥,剛才我看到你把槍放進櫃桶裡 是嗎?是嗎? 十哥,你沒事吧?你好像很大壓力那樣 好嗎? 好嗎? 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